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按部就班的讲一下 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有不同的想法呢 或者是你有相同想法 不管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哈 那首先我们要来大家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说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他到底是咋选出来的 就是选他跟我们没啥关系吗 不是说你投票就能选吗 那众议院议长是咋选的呢 那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国会议员全部开始投票 那只要某个候选人超过半数 就是218票就可以当选 并不是哪个党人多 众议院的议长就一定是从那个党出来 那多数党人可以当选的议长的原因 是因为人多 而且通常就是照着党派投票 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多数党的人当选 那么呢这一次就很不同 因为这一次呢 并不是说共和党人多 指定的人就会要上去 那原因就是在于呢说 现在共和党里面呢 他是分成了两个派系 那一个就是建制派 一个就是支持美国优先理念的这样的派系 那建制派的候选人Kevin McCarthy 多年来都是共和党众议院的领袖 按照常理来讲的话 投票结果就应该是 他当这一次的众议院的议长 他到现在都没当上议长 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追根溯源的话 就是因为在川普之后 他兴起了一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一个运动嘛 那这样一个运动呢 就恢复了大家说 我们要让美国优先啊 我们要让美国第一啊 我们不是说要让那些政客第一 我们不是为了什么金钱利益第一 我们这些政客一定要为了美国优先 这样的理念来努力的嘛 所以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呢 他们就有个组织啊 就这些众议员 他们抱怀就有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就叫做自由联盟 那自由联盟的这一些议员呢 他们就是支持这个理念的 那他们的理念 就比如说啊 举几个例子啊 就像说啊 乌克兰在打仗 对吧 那我们的确是要帮助 在战争里面的乌克兰 但是我们不是说 你哐哐哐给钱就完了 你给了几个比例 你给了多少多少钱 结果后续你就什么也不管了 其实他们要的是说 你给钱了之后 你要确保美国的利益嘛 而且你要确保 这些钱真正用到有用的地方了 就是你给了钱 乌克兰老百姓 能不能够得到帮助 你别说把钱给出去 结果那些什么领导啊 有心知识啊 或者是那些政客 他们就把钱给分走了 那些钱根本就没到乌克兰 老百姓的手里面 对吧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这种事 成为一个撒钱 还有洗钱的借口 那他们呢 同时也认为 说国会议员呢 要有任期制 这不能说你当一辈子 你啥时候选 人家选你 你就都当上 所以他们这个主要的理念 就是跟现在的建制派 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的理念 就是要以美国民众为优先 而不是以政治人物 跟利益为优先 所以这就是为啥 投了其次 全卡在他们这个自由联盟 这个组织这里 这些America First这些人 他们的确是有跟 Kevin McCarthy谈条件 就说我们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说你支持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允许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支持你 结果Kevin McCarthy全部拒绝 也就是说 他不同意 保守派的这些理念 然后他也不同意 他上去了之后 会按照这些理念 来带领国会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人说 你不同意啊 你没有美国优先 那我就不同意 那所以呢 这个自由联盟啊 这一组人就认为说 他既然不同意这些条件 他就是卖国啊 卖党 RINO啊 就是我们说的 对吧 然后以及他是这样一个 共和党建制派的身份 他们认为不能继续 再让这样的人 来领导共和党 还有国会 所以呢 要做改变 现在就可以做出第一步的改变 就从现在开始 就是不妥协 不投他 那这个投票 结果最终只有三个可能 OK 第一个就是保守派的共和党 就是什么Andy Biggs啊 Jim Jordan啊 还有什么Matt Gates啊 退出选举 然后让这个共和党建制派 Kevin McCarthy当上议长 那这个就表示 共和党党党内妥协了 保守派的人放弃改变共和党 让建制派的人继续控制共和党的党内声音 共和党变成原本的那个样子 就是党的利益 党的权益 党的集团目标的一个党派 但是好处是 共和党可以取得众议院议长的席位 Kevin McCarthy可以当议长 第二个就是两边都不退让 最后鹤棒相争 渔翁得利 民主党以少数党的身份 取得了众议院议长这个职位 就是有一些共和党的人 叛变了 去投给民主党这个样子 那这样做也有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让共和党的党内知道 我们支持共和党 不是因为你是共和党 你们这些民意代表 真正要代表我们的心声才可以 共和党如果只是为了党的利益 来竞选的话 那么你们将会失去我们这些保守派 Freedom Caucus 这些人的支持 我们不能妥协 我们不放弃 我们不只要翻转这个国家 我们还要翻转共和党的本质 那第三个就是 Kevin McCarthy 就是了解他不能再继续当个RINO 一直不断地跟民主党妥协 现在是建制派应该要妥协的时候了 他自己退出选举 让America First这些人当选 彻底地改变共和党党内的力量 跟权力中心 当然 这个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Kevin McCarthy是当了一辈子的政客 让他退出简直是要他的命 但是也不是说不可能的 只要是他真的就是圣灵充满 痛定思痛 认罪悔改 他就可以自愿退出的概念 对 那这个就是神能做的事 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做的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Kevin McCarthy 这个人 他到底应不应该当议长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真的是胜券在握 他从来没想到说 居然有人会反对我 对吧 因为大家一直都想说 哦 这个东西就是党派的问题嘛 就不管好赖 我也是个共和党人 你们这帮人就真的敢反对我 你们宁可让民主党的人当 你们也不支持我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就做出一个 非常搞笑的一个举动 我刚开始听到 我以为是笑话 结果呢 这个Kevin McCarthy 他干嘛了 这大哥就在投票之前 他就把他自己东西 都搬到议长办公室里边了 现在怎么弄呢 现在投了七次了 不知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搞不好都投了十次十一次了 还是没有通过 那现在国会里面讨论啥呢 讨论说 他还没当议长 他这个东西怎么就进去了 他这种行为 算不算是非法占领啊 而且这个是我那天看到 那个Matt Gates 他讲的一个东西是很 我觉得很真实的 而且跟我的想法是有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 想到这个职位想了一辈子 然后呢他就是这么想要当 那他可能就不是最适合当 那个职位的人 是 因为我们常常为了那个职位 然后会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说那个职位是你worship的一个东西的话 你就会妥协 你就会去做一些坏事情 来去得到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通常这种很想要那个职位的人 往往不是那个职位最适合的人 所以他如果要是当不好 很正常 因为你就看到像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公务员也好 或者是当官也好 因为没有选举这个制度嘛 所以你一当基本上就是一辈子 就是你只要不要得罪到党内大佬 你就不会被打下来嘛 你只要跟他们一直同流合污 你就会基本上会保证 慢慢的往上升这个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很多方面 你不管是去办养老金也好 或者去干嘛也好 人家总会卡你一笔油 或者是你在这些很正当的 你去办理这些东西的方式 人家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管你要钱 为啥 因为那些当官人他们没有选举的制度 他知道我只要不得罪党内人 我就不会下去 你老百姓算个什么东西 那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在美国 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然后我们当然也不希望 有这样思想理念的人 跑到国会里面当那个议长 这么大的官 然后去领导共和党 或者是领导整个国会 我觉得这是很有很有问题的事情 通常是你的心在哪里 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讲 你的内心的深处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拿教会来讲好了 例如像说很多人很想要去 当敬拜团的什么 带敬拜的人 对对 他想要带敬拜的话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只想要在上面表演 他想要可以选歌 然后大家可以看着他 然后怎样怎样 他很风光 他可以请亲朋好友来说 你来看我演唱会 我在上面弄 那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就很不适合当敬拜团的这个人 对 那如果说你是去那个地方 然后你是真的想要敬拜神的话 大家自然会发现你是这个样子的人 然后自己会把你选上去 对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 就是这个Kevin McCarthy 他到底适不适合 或者是应不应该当这样一个议长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无庸置疑的 就是他根本就不合适 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一些 让人感觉到有点奇怪的情况 就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发了一个声明 川普支持他当选 并且呼吁这些不同意他当选的众议员们 说投票啊 你们要投给他 你们要让他当这个议长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那个Truth Social上面 他就发了一条文章 一些很好的谈论 昨晚的谈论 昨晚的谈论 然后我们现在的谈论 我们现在的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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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the deal take the victory watch crazy Nancy Pelosi's flight back home to very broken California the only speaker in the U.S. history have lost the house twice Republican do not turn a great triumph into a giant embarrassing defeat it is time to celebrate you deserved it Kevin McCarthy will do a good job and maybe even a great job just watch 所以他在这里说 相信他嘛 就是说这个Kevin McCarthy 他会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 will do a good job 就是他会干得很好嘛 然后他甚至会 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你们就等着看吧 那他在不同意 那些前提条件下 他怎么可能做得好呢 就这个好 到底是什么概念 是左派认为的好 还是谁认为的好 反正肯定不是 保守理念主义者 认为的好嘛 那除了川普支持之外 川普支持就是一个 很重磅的炸弹 对不对 那除了川普支持之外 有非常这个 在国会里面 很有影响力的 然后保守派 也一直特别支持的 Marjorie Taylor Green 对 他也支持 McCarthy 去当选 然后不仅他支持呢 连这个Jim Jordan 也支持 Kevin McCarthy 当议长 哪怕这个Jim Jordan 他根本就是 这个美国优先 这个理念的议员 选出来的 议长的候选人 但他自己都说 他不想当 而且他自己也投票 给Kevin McCarthy 那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因为McCarthy 这个人呢 不是说他一直 跟左派站在一起 但是他是最容易 跟左派妥协的 为什么我们大家 讨厌Mitch McConnell 就是参议院这个人 Mike Connayor 就是因为他非常常跟民主党协商 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Kevin McCarthy也是这个样子的人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川普支持Kevin McCarthy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川普这个人 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川普的理念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 他会去跟Kevin McCarthy 这个人低头 Kevin McCarthy 他是支持1月6号调查小组的 他同时当时也是陷害川普 说他有通俄门的支持者之一 他说川普是俄罗斯派的间谍 一直以来 McCarthy是带领共和党的人 在攻击保守派的 在很多议题上面也是 他是一个选择跟左派妥协的 所以川普这一次低头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怀疑说 川普是不是忘记了 或者是面对巨大压力的前面 就开始妥协了 不去执行MAGA运动这些理念 以及美国优行的理念 因为川普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保守派的人里面在讲 就他做了蛮多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一个是他对堕台的 这个想法有些改变 他说中期选举 为什么这个没有一个红潮起来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那个支持 生命的这些人 你们说那个强家乱伦都不能够堕台 他说没有掀起红潮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保守主义者 说不支持强奸的堕台 以及乱伦的堕台 他说没有掀起红潮原因 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支持这样一个保守的理念 包括像同婚通过了之后 他也在他的马尔拉狗里面 开了一个庆祝 LGBTQ的这样一个晚会 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地方 然后邀请这些人一起来庆祝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奇怪的 而且是跟原来他支持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原来说生命就是生命啊 那个堕台就是不可以 堕台就是在谋杀嘛 他这个讲的很清楚 不管是以前有人 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有人直面问他说 你是不是就是不尊重女性的权命 他说堕台就是杀人 他很直接的 他就说 他说我是一个支持生命权的人 所以他当时他不害怕 因为这些东西他去丢票 然后他原来也是支持一男一女婚一男 或许他现在也支持 但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去庆祝LGBTQ的这些东西 因为明明这些人他们不光是在做成人的变性 他们更多现在是在做儿童的变性的方面 对啊 就是他等于他带领出来这个运动 然后他现在反而开始动摇 开始摇摆 然后开始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 因为他一直以来是整个保守派 这是六年来的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轴 大家就是看着他 他可以不被收买 然后他这么勇敢 他这么有钱 他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 让妥协的事情 结果现在他妥协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 因为他最近被FBI啊CIA那边查了半天嘛 对不对 然后或许 Kevin McCarthy就说 如果说你让我当选的话 当议长的话 那到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撤掉 然后呢 让你不用被继续调查 让你的这个 好好当总统 你支持我 那你到时候选总统的时候 2024选总统的时候呢 我也全力支持你 你会有建制派的力量在你的背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妥协了 那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是这个样子的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是因为他想要加入一些国会里面的小组 所以Kevin McCarthy是跟他讲说 你想要加入这些小组 那我可以把你放进去 因为之前他不是被什么AOC啊 还有Nancy Pelosi在这边踢掉吗 对 那现在他可以再重新进去 或许他想要是这样 就是一切都是有一个权力的角力 在这个地方 所以川普现在出来说 他支持Kevin McCarthy 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一开始 就是被Kevin McCarthy 还有Mitch McConnell攻击的 而且呢 他们现在对于这件事的说法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川普 也给那些自由联盟小组的人 挨个打电话 你们去投啊 你们去投那Kevin McCarthy 你们要投他 赶紧就把他弄上去吧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就说是很丢人 就说你们这投票都投了这么多轮了 你们这个议长还没选出来 你们自己共和党在里面搞内讧 是吧 你们这个东西还没选出来 那川普对这个事的评论 他也说太尴尬了 你赶紧赶紧选 你们就给他选上去就得了 那拜登呢也是这么说 拜登说是尴尬还丢人 都是这么说 你会看到说 在自由联盟的这些组员 他们在国会里面发言的时候 哦 一讲呢 说我不支持Kevin McCarthy当议长 下面人都 哦 哦 全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知道你在那样一个空间里面去发言 摄像机还拍着你 压力是有多么大 但是他们到现在 他们没有屈服啊 他们还是就说 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保守理念的人 而且这个人他就是会出卖国家和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选上去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要因为 比如说尴尬丢人 然后这些人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算了算了 然后川普又这边又给我打电话 算算了要不就直接让他上去 反正他上去管我什么事对吧 我不管 这个我只要好好做我的就行了 他们完全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那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群人 他们虽然是少数 但是他们在非常勇敢的 坚持着自己的理念 在所有人都指责的时候 在川普都告诉他们说 干嘛呀 你都不要了 赶快就选他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不妥协他们的坚持 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服从建制派 他们已经看到共和党在往这个方向 已经走得太远了 已经走太偏了 他们不愿意将错就错 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候 我最记得就是那个Colorado那个女的 她就在上面 讲台上面就讲说 我们不会变 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底 我觉得你有这个样子的信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支持川普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川普有这样的信念 对 那各种理由 或者是有非常多的理由 不会让我们知道 也不会让任何的公众知道 就是他跟Kevin McCarthy到底谈了什么 但是我们目前知道 就是Kevin McCarthy这个人 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悔改 而且他完全不会遵照 保守派的这样一个信念 你更不要说基督信仰的 这样一个方向去执行这些东西 而且我觉得 你不管是麦盖运动也好 或者是America First也好 他们执行这个理念 我们需要的人 或者是我们选上去的议员 你不管是国会议员也好 哪怕是市长等等 我们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呢 不是吗 你说你难道想选Kevin McCarthy 就是猫一天狗一天的 今天我看着 哎哎这边这样了 我就这样 然后嘴里说的全都是漂亮话 在那哄骗老百姓 然后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 然后在那边出卖自己的灵魂 去做那些事情 我们要选的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些 多大的压力 你说川普给我打电话 我都可以跟你讲说 不 这个不是我的意愿 我想法也不是这样 我会坚持我的想法 我们要选的国会议员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国会议员 就是现在这些 他们这个组织可以更多增加 然后有同样信念的人 可以更多增加 这样的话 美国尤贤 还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样的运动 你才会真正的带起来 不然这样的运动的话 其实只剩下一个口号而已 如果我们选上去的众议院里面的人 参议院里面的人 全都是这样的人 那你下面那个Mega运动 你喊得再火热 有什么用啊 上面人都不执行 你选了一堆大草包上去 今天谁给钱 谁就是我主子 对吧 你选他干嘛 那当然了 我们在我们的身边 也看到很多 就是我们相信 他们就是有这样力量的人 所以在2024选举的时候 到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义工 可以出来一起帮助 把这样的人 全部都送到他们 该去的职位上面 那这里面就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Kevin McCarthy 他自己是非常天真的 甚至他非常笃定的认为 就是说我一定会当 这样一个议长 其实这种想法 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的一个错误 其实带出来一个价值观 也是非常有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 他认为他自己是理所当然的 我应该是要当议长 对不对 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并不是一个世袭制的一个国家 你一个议长要当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是要当一个团队的领袖 你有义务要去拉票 你有义务要去跟这些 America first的人说 你要投我 因为我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或怎么样 他有义务要跟民主党说 你有义务要怎样 不是说就该我啦 对不对 之前是那个谁谁谁 Nancy Pelosi下来之后 就该我啦 对不对 这种不是什么 太子死了之后就该大阿哥 没有世袭制这个地方 这不是一个权贵的国家 不是一个权贵的系统 如果是一个团队的领袖的话 你是要自己去拉票 然后你是要自己去争取这些东西的 所以就是你知道这样的话 就体现出一个非常危险的 就是这些人 你不管是这个Kevin McCarthy也好 或者是像Nancy Pelosi 就这种一直在这个众议院里面 当官当官都当了多少年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现在没有危机感 对 他们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他不怕说 哎 老百姓怎么突然有天发现说 我是个不怎么样的人 有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没有了 他其实坐这个位置 他坐得很爽了 他很相信的 他说我塑造了这个形象 对吧 老百姓就是吃这一套 你们众议院里面 你们不喜欢我也没别人了 你们就是得吃这一套 所以这才为什么 他在投票之前 他都把他自己的东西 都往那个办公室里面搬 因为他觉得 我没有天敌了 我就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他没有这儿的危机感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中国的那些公共员 中国那些当官员 他们也没有什么危机感 他们的唯一危机感的来源 就是你不要得罪你上面的领导 他的这个东西也是这样 你不要碰到那几个大头 剩下老百姓算什么呀 对吧 所以他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有这样特别理所当然的 或者是没有这种危机感的人 其实就是应该 把他们给绝下来 让他们知道 你要怎么样为老百姓服务 你上这个职位 你到底是要干嘛的 是要好好的提醒他们 而且这个想法 不应该只有在国会议员而已 我们对于2024的总统选举 也应要这样子看 我们不能说是只有川普 因为现在川普 有太多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很多东西是 我们身为保守 还不能接受的 川普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在辩论的时候 他是不找理由的 他是充满热血 是攻击这个 攻击那个 骂那个Ted Cruz 骂到臭头 OK 骂那个什么Jet Bush 骂到臭头 跟那个希拉蕊 在那边辩论的时候 他也是把希拉蕊 骂到臭头 他不怕 他就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么有勇气 我绝对不会退缩 我要为了美国 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不是说什么 我们不支持他了 而是他应该要坚持他的理念 我们才可以继续支持 这个样子的人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总统 而不是到处跟别人低头的总统 对 所以就是他现在有一点 confir 或者是他在这个里面时间太长 他有一点搞不清楚 就是他有兼顾的支持者 原因是什么 就是大家兼顾支持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 不管他有冒着暗杀的可能 不管是那个家里人生命危险的可能 不管是什么被迫害 又同个门又怎么样 他没有改变过他的这个理念 也就是说为什么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支持的理念我们认同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个 把这个一切往好的方向带的这样一个人 而不是说 为了某些东西 我可能放弃我保守的理念 他这样的这样一个行为 让很多坚定支持保守派的人是非常伤心的 因为大家支持的是这样一个理念 而不是说川普说什么都是对的 是保守理念是对的 因为川普践行保守理念 所以我支持川普 但是如果哪一天 川普不践行保守理念了 或者我们就说的夸张一点 就是某一天 川普变成左派了 那你是否还支持他 所以就是这也就不奇怪 说为什么很多保守派的人就觉得说 很伤心 就是怎么感觉好像这个川普 跟我以前认识的川普不一样了 然后为什么川普会 慢慢的有一点偏行 这个道路的感觉 但是呢 这一整个事件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这一整个事件 让人看到的其实 更多的不是说失望或者难过 因为我们知道 你想让美国恢复再次伟大 这件事情的话 不是靠一个人能完成的 就不可能是说 川普一个人就能完成 但是你会看到 现在有千千万万的人已经站起来 就像这些国会员 他们面临这么大的压力 他们都不妥协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事情是很有希望的 看到了勇气 我们看到了坚持 我们看到了不妥协 这只有自由联盟里面 这些议员在国会里面 为了正确的理念而奋斗 就算他们 全部都在被嘲笑 全美国 全世界都在笑他们 就算川普 一直以来是他们的领导 都已经放弃奋斗了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 继续的坚持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是我们要坚持的 他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他们看的不是眼前的环境 而是坚定他们的理念 而且要做到真正的 America first 就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不再顺服现在这些建制派 这些体制 他们就是要做 America first 而且他们的信念是不变的 就跟川普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要捍卫真理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话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为川普祷告 因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他能够像原来的他一样 就是一直坚定这个立场 就是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他如果这样一直坚持的话 我相信他的base 就是支持他的人会慢慢扩大 很多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面 你搞不懂 你说我是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悦 这样的话就是为了扩大 这些支持我的人的面 就是他会用他的一个聪明 他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这么做 是不是就是对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等我当上总统了 对吧 这些人先支持我 等我当上总统了 我再回去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就是你要完全从头到尾 你就是要从一而终 你说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什么 永远都不要妥协 因为你一旦妥协了 你原来那些兼顾支持你的人 就会离开你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并不支持我支持的东西了 所以他就不会再选择支持你了 所以这样很有可能 就是竹篮大水一场空 到最后可能 他收获的这个支持者会越来越少 我们不可以为了利益 而放弃真理 我们不可以为了利益 而放弃正义 我们做事情 一定要用正义的角度来去做 而且这个正义是由圣经说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权利的话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去做一个位置的话 当你worship这个位置 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腐败 请大家帮川普祷告 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 他那时候大家每一个都说 他不会被收买 他很有钱 他不怕这个东西 他去抽干沼泽 结果他现在 要把一个沼泽怪兽 直接放到那个沼泽里面 让他在那边当王 还叫freedom caucus里面的人投降 这个是多么糟糕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请各位祷告 让更多的人觉醒 让更多的人醒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而战 不是为了控制国会 不是为了川普复仇记 不是为了川普当总统 不是为了2024的总统大位 我们要为了正义而战 如果不是为了正义而战的话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人是软弱的 这非常正常 你哪怕看川普 对吧 做过那么多硬汉做的事 但他也会软弱 这很正常 因为我们是人 对吧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软弱 你靠着我就能得到刚强 所以让川普再次刚强 他刚强起来 他就不害怕 他依靠神 他就不害怕 他就知道他应该去做什么 而且我们也要再次的 把眼目聚焦在神的身上 就像腓利比书三章 13节到14节说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 标杆直跑 要得神 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将上 所以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一个标杆 你只要朝着这一个标杆跑 你一切的东西 神都会加添给你 你不要害怕说 我会不会失去人 我会不会失去什么 任何的东西 我会失去金钱 我会失去权利 什么都不要害怕 你只要朝着这一个标杆直跑 神一切东西都会加添给你 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 神就是有他的心意 就是要让你刚强起来 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一软弱 你的眼光到处去看 你就是害怕了 你像彼得走在水上 往下一看 他害怕了 他就掉进去了 所以你不要看 你只要看着耶稣 你就是大胆的往前走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这句话呢 不光是适用在政治人物身上 那当然政治人物 是我们看到这个风险 特别大的人群之一 对吧 那或许我们的生活中 没有向到那么大的风险 像他们又追杀又等等的 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多 好看的电影情节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每个人的生活中 也都有困难 每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困难 但是不管面对着什么挑战 你都要知道 只有一件事 就是努力面前的 而且是向着那一个标杆直跑 你只要按照神的话语 去要求自己 你只要按照神的真理 去要求自己 你只要是为了神的道 去做一切的事情 你不要害怕其他的人 你只要单单听神对你的看法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在神里面 信主其实也简单 因为你只要看一件事就好 其他事都不用太管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 这些国会议员 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来祷告 不管是川普也好 或者是这些自由联盟的人也好 或者是支持 这个美国优先的人也好 或者是凯文·麦卡尔森 希望他能够悔改 对吧 或许他做坏事 做了太多年了 他这个突然 圣灵浇灌了 充满了 他说我现在就是要悔改了 我要跟以前的我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了 神荣耀的国度 我也想要在里面有份 对吧 我们当然欢迎他们 所有人随时悔改 包括拜登 佩洛西 对吧 这些人他们只要真的悔改 神能够愿意接纳他们 所以我们要像这些 这个勇敢的国会议员一样 不管别人眼光是什么 我们要确保的一件事就是 向着神设立的标杆直跑 而且我们要得到神 从上面来呼召我们得到的奖赏 所以说我们不管在哪里 在我们生活各处 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教会 我们是要传福音 而且传正确的福音 我们不可以妥协 就算是我们的领导 就算是川普背叛的 我们都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就跟Colorado这个女众议员一样 你不要再叫川普打给我了 OK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不会听你的 Kevin McCarthy就是票数不够 我们绝对不妥协 妥协的应该是他 所以我们继续祷告 希望众议院的议长到最后 能有一个是完全符合圣经价值观 而且是保守派价值观 这样一个人可以挑大量 出来当这样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那样的话就是感觉 哇好圆满好棒 对不对 所以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对这一期节目 或者你有什么想讨论的 或者你有什么观点跟看法 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懂了 不要看一半了就跑来骂我们 这个很冤枉的很无辜的 不过也没关系了 你骂就骂吧 我们只看谁不看你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亚 那么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